中方坚决反对日方以任何借口 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局势联系 我们已就此向日方表达严重关切 要求日方做出负责任的澄清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和核心利益 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 日方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中明确表示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充分理解并尊重中国政府关于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立场 仅同台湾维持民间或地区性往来 如果日方执意挑起事端 企图在对台关系上搞突破 甚至在高度敏感的军事安全领域做文章 将造成严重后果 我们敦促日方 不要以任何形式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涉中国内政 多做有利于促进中日政治互信 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 都市民新发展 平稳定 很 Most人》 是崅